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 也曾经短暂担任过 苏联唯一一任总统的戈巴契夫 中国大陆一维格尔巴乔夫 于8月30日辞世 他的辞世标志着 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强权的领导人 已经纷纷不再认识 而且呢 也会给后人带来另一波的反省与检讨 也就是在冷战时期 美苏两强 他们的这些竞争与合作 到底为后世带来怎么样的一些启示 戈巴契夫他虽然是共产党员 可是他的想法并不同于一些传统的共产党员 他甚至在政治生涯的中后期 开始信奉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 他的社会民主主义 导致了他对于欧美一些社会制度 还有一些政治建议的喜好 甚至呢 他在魏的时候担任苏联总书记 他开始了同时启动政治与经济的改革 这个政治与经济的改革 不只是在政治上的相对的开放言论自由 以及民主化 而且在经济上 他甚至相信了一些学者专家 甚至包括西方来源的所谓的震荡史疗法 也就是要大破大力 从很快的经济结构的改革 让苏联可以进一步的要胜 可是这样的一个震荡疗法 最后带来是市场的混乱 而且导致了苏联垮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因 也就是说 哥巴契夫虽然说 他一手把苏联从过去的专制共产体制 导入了一个比较 相对是比较威权 但是相对开放的政治体制 但是他也让整个苏联的体制瓦解 也因此 哥巴契夫在政坛上评价非常的两极 有些人赞叹他的深谋远虑 让苏联可以从非常危险的极端主义 集体领导主义逐渐走出来 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认为 他这样子是误信了一些西方 或者是一些不专业学者的建议 导致了苏联的败亡 以至于俄罗斯 落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地位 哥巴契夫的国际评价固然是两极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从他的所作所为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到底为国际政治 还有当前的一些国际局势 带来什么样的反思 那些批评哥巴契夫的人 常常认为他好大喜功 而且施政报喜不报忧 而且他们也认为哥巴契夫 常常过于理想化 过于亲信西方给他的一些政策的建议 或者是政治上的承诺 所以哥巴契夫在任内 虽然说与美国搭成了许多 武器管制与裁军的协议 或者是合作 可是他在一些政治经济上的 一些掌握上面 并没有办法稳定整个苏联的体系 最后导致苏联的瓦解 也因此带来了从1980年代后期 到1990年代初期所谓的苏东坡 也就是苏联东欧国家 所产生的第三波民主化运动 所以苏联的解体 让哥巴契夫永远在俄罗斯 背负了一个骂名 可是我们看到国际上 其实大部分对哥巴契夫 是比较赞扬的 因为他相对开放的态度 还有他对于苏联的这些 民主化的贡献 从西方国家来讲 哥巴契夫等于是 铲除了一个自由民主阵营的大换 虽然说俄罗斯在后来 叶尔卿还有普丁掌权的时候 逐渐又回到了比较极权 威权的体制 可是再怎么样 总比过去在史达林时代 那些的苏联体制来得好一些 所以他在国外反而是一个 民主先锋 改革先锋的角色 所以他的在内部还有外部 非常两极的形象 这确实会让一些政治领导人去深思 他的最后留下来的一些政治遗产 到底会是什么 到底是要拱固内部的权力 还是要让外界觉得他是一个开明开放的领导人 但是最后可能把自己的政治体制 政府的权力都断送掉 最后 哥巴契夫他的这些 所谓政治经济同时推动的做法 当然 受到中国大陆邓小平当局的一些观察 所以中国大陆非常确定的 推动经济改革 但是政治改革暂时按下不表 有些所谓的政治改革 其实充其量也就是一些行政效率的改革 真正的民主化 其实在当时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找不到的 所以看得出来 哥巴契夫他这样的政经同时并进的做法 其实给中国大陆一些启发 同时也让中国大陆的执政当局 可以继续延续他的统治 所以哥巴契夫他一生走过了这些风风雨雨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评价虽然两极 但是我觉得领导人如果他一辈子可以让后人记得他做过哪些事情 而且领导人本来就不可能全部的人都赞同他 只要有一些人甚至有明显的一些人赞同他的话 我觉得这个领导人相对已经算是成功的了 至于他最后盖棺论定的这些历史功过 我觉得随着时间过去 可能他的评价会越来越有不同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